你好 祝你有美好的一天 这就是频道Celebrity News Today 247 这是今天的新闻 肖战最近还挺忙的 话剧的是刚结束就赶回剧 了他现在手里还有不少的带播剧 王牌不怼快 了 然后余生暂定的还是暑假档 额那边已经看 成片了 目前正在积极排片中他还有个百世奇 的气泡水代言 物料已经拍好了 baby的新戏还是之 说的那部爱情应该有的样子 漂亮姐姐 哈 搭档 关林 下个月开机 但是我对这部剧的班底还是 观望意见 编剧之前负责过上扬付武动乾坤 不 到这次能不能靠谱点另外他还有个瑞丽的杂 没有轩 吴轩仪目前的话就是以综艺为主了 除 已经播出的妻子的浪漫旅行 他还会去录制一 跑男 然后恋爱综艺我们书写爱情吧 马上也要 录了哦对 他还有爆裂舞台的综艺 对于爱豆来 算是很好的表现舞台 周夜这两年开始慢慢冒了 和颂那边很舍得杂资源捧他 而且他的剧本 约基本上都要经过李雪的手才能做决定 李冰 这些年累计的人脉也会介绍给他认识 对他真 格外关照不过怎么说呢 妹妹虽然挺美的 但是 是希望能提升提升演技 徐坤跟别的流量也真 太一样 他对于数量没什么追求 反而求一个精 如果商务资源质量不好 他是宁愿不挣这个钱 也会接的 跟他对待音乐的态度差不多 PS 他的个人 唱会已经开始走爆批流程了 首场深圳 时间 6月18 19地点 深圳龙岗大运中心体育馆 徐坤跟别的流也真不太一样 他对于数量没什么追求 反而求 歌精 如果商务资源质量不好 他是宁愿不挣这 钱 也不会接的 跟他对待音乐的态度差不多 PS 他 个人演唱会已经开始走爆批流程了 首场深圳 兼 6月18 19地点 深圳龙岗大运中心体育馆 李沁梅 一个记忆深刻的角色加持 他想顺利积身流量 猎还是很难事实证明 观众员就是个玄学霸现 一些九十花还没有红出圈的 像李沁一样的还有桥 白鹿李一同等人 每个人五官和脸型都很标准 只也都是小白花气质 重点都是有靠山被力捧 对象 可就是差点大红的运气而背后的各大姿 还能憋得住气 也算是一人的实力吧 不久前 大 另外一部作品《球状闪电》举行推介会 并宣布做 影视画和爆出一张海报 其中监制是沉思承担 目前传出《迪丽热8》出演 《女主林云一角迪丽热》 是90后流量花旦 她在网络影响力方面肯定是没 提的 时常活跃在聚光灯下 也拍摄过不少影视 不过多维奇幻古偶和都市爱情剧 从来没接触 科幻题材作品这次迪丽热8是要拍科幻剧 有 有爆料 信誓旦旦的说迪丽热8已经开始接触 此新的作品《球状闪电》 90花响转型了 李沁没有一 记忆深刻的角色加持 她想顺利积身流量行列 是很难事实证明 观众园就是个玄学霸现在一 90花还没有红出圈的 像李沁一样的还有乔心 白 李一同等人 每个人五官和脸型都很标准 气质 都是小白花气质 重点都是有靠山被力捧的对 可就是差点大红的运迹而背后的各大资本还 憋得住气 也算是艺人的实力吧 不久前 大流令 一部作品《球状闪电》举行推介会 并宣布作品影 画和爆出一张海报 其中监制是陈思诚担任 母 传出迪丽热8出演女主林云一角迪丽热8是90 流量花旦 她在网络影响力方面肯定是没问题 时常活跃在聚光灯下 也拍摄过不少影视剧 布 多维奇幻古偶和都市爱情剧 从来没接触过科 题材作品这次迪丽热8是要拍科幻剧 由网友 料 信誓旋热8的作品《球状闪电》就石花响转型了